提起阿拉磊 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熟悉 阿拉磊长得很好看 萌萌的大眼睛很可爱 因为之前参加爸爸去哪儿 和董立爸爸一起参加活动 圈粉无数 在节目中 阿拉磊难过了 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忍着不哭 遇到实在是忍不住的情况 就会捂着脸哭 哭得那叫一个憋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了 都觉得好心疼 今年四岁的阿拉磊依然跟罗志祥录制节目 虽然阿拉磊是所有孩子中年龄最小的 但是成熟和情商却是所有孩子里最厉害的 这或许跟成长背景和阿拉磊本身性格有关吧 而小猪能成为道格师傅也是当之无愧的 喜欢收留领养流浪狗的小猪家中 可是有超过40只狗狗 论养狗 小猪是完全不在话下 但是在做饭上 就需要多加锻炼狼 今天特意看了阿拉磊的这段采访 全程的他都是半闭着眼睛接受采访 或许是孩子实在是太累了 但依然要坚持工作 但是当被问到董立和罗志祥谁更好的时候 阿拉磊说的这句话真是让人惊叹 我不会说让人伤心的话 而且是脱口而出的 不是想很久说的 这哪像是四岁孩子的口吻 阿拉磊真的是人小鬼大啊 情伤太高了 小小年纪面对这样的问题 回答得比大人还好 有网友说阿拉磊现在越来越可爱了 而且长得还有点像他的干爹董立 特别是眼睛的部分 难道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慢慢的长得就一样了吗 小手牵小狗 节目主题是阿拉磊等五个小萌娃 跟罗志祥学习照顾汪星人 如今已经五岁的阿拉磊出落得更加水灵了 人小鬼大的他连罗志祥都直呼他为小大人 前段时间阿拉磊参加某个活动 刚上台就感觉阿拉磊很不对劲 一直扶着墙 姿势怪异 后来仔细看才知道 原来阿拉磊是脚上的鞋子不合脚 他自己摸摸地扶着墙 想自己把鞋子对进去 李仪小姐发现阿拉磊鞋掉了之后 连忙过来帮忙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在台上紧张 也有可能是李仪小姐没有给小孩子穿鞋的惊讶 两人穿了很久都没有把鞋子给阿拉磊穿上 后来阿拉磊看两个李仪小姐手忙脚乱 于是自己弯下腰把鞋子给穿好了 但是看阿拉磊 在舞台上 面对观众和镜头 鞋子掉了还是很淡定 这心理素质 比起一般明星都高很多了 还能自己把鞋子穿上 要是我家弟弟 肯定直接喊妈妈了 阿拉磊太可爱 不怯场 很懂事 难怪那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那么喜欢他 希望阿拉磊快快长大